北港国中一级南洋国社不但是处比好好感情真好 南洋国社美食班的合身 也常常到北港国中美食班继续进修合身 这次两号合作在北港文化中心基盘连电 让美食合身可以互相交流在下 也让大家有机会支持到兴奏到合身精彩和红会作品 不跟主题不跟风景美食品 都是来自北港国中一级南洋国社美食班合身所做的 今天基盘连核电浪和北港文化中心全万人掉 我们跟北港国中合作很久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小国中小朋友的一个发展的绘画的历程 从中之后就可以发现说小朋友可以往哪个方面发展 我觉得这一次能够参加这个展览是让我非常荣幸的事 而且我也有看到许多国中小朋友 国中学生所做的作品 看到非常多人的作品让我大致一惊 或者值得我学习也看到了许多的优点 可以扩充我的作品的内容 看到很多人的作品我觉得很厉害 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把它运用到我们作品其中 除了作品内容风乎 电浪的主题也白油心书 用台语来说就是 一两三十有宝宝格显的意思 如果用国语来讲的话 一二三四它的谐音就是一耳散数 学美术的学生在他的技艺专精了以后 就要向内提升变成一种修养 包含心术学术跟技术 心术是指的品德 学术指的是知识 那技術呢就是我们同学们手上学到的一些基本功 那希望呢由这些艺术的学习 因为三术的一个擅长跟培养 最后呢大家要一面向善的心 电影就是一种核实性的丁片 虽然有靠近各个学生的不同 会让学生越来越进步 任真理 北港高中的校长也跟上很好 那透过这个连续几届的连展 让孩子除了在自己创作的天地之外 他还能够去观摩别人的优点 然后静和内化为自己的素养核心 学生除了知识的能力之外 我想生活的品味跟厚度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很欢迎各界的人都来我们北港镇 来文化中心看看学生的成果展 我们两位校长这么用心 还有老师们非常付出 来教导这些学生 才有这么好的成就 也希望欢迎大家 在我们从今天开始 2月27号到3月10号 来到我们北港文化中心这边 来看一下小朋友 他们精心制作的美术展 美术电影中进行到3月10号 有幸福的民众在这边的机会 让学生最好的鼓励加加油 记者 曾怡婷 彩虹博德 期待